曾有位美國人與台灣友人組成淨灘三劍客 末末在台灣沿海撿了三年的垃圾 幾年後淨灘三劍客只剩下一位台灣人留守 他是環保團體Rethink 重新思考的創辦人黃之洋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 刊登在2019年10月19號由黃梅如所撰寫 並刊登在暴局的反縫插畫 逼台人重視環保 他搞笑清海費6年 連Google都被收服 Rethink重新思考至今成立6年 創辦人黃之洋號召超過3萬人參與環保行動 清潔超過90公噸的海洋廢料 而且還與Google、IKEA、Pokemon GO合作 讓海洋廢棄物變成藝術品 畫成活跳跳的海廢圖鑑 奪下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到底是怎麼樣的故事讓他願意選擇過著離不開垃圾的日子呢? 時間回到學生時代 黃之洋是書香世家的典型代表 爸爸媽媽跟姐姐都是老師 沒有意外他也進入了師範體系 但是他卻閒不下來經營戲學會組搖滾樂團 出社會之後 他一樣務實地選擇交酒玩舞的職業 從行銷企劃、專案PM到App的內容編輯、設計文案、社群樣樣都難不倒他 但是這樣的生活卻留不住他的心 短短3年之間他就換了5份的工作 當時黃之洋常在想 每天早上睜開眼睛就知道今天會過著差不多 所以這也為他買下了創業的影子 就這樣時間來到2013年 23歲的他在一次的偶然之中 看到一位外國人低著頭在路旁撿垃圾 這樣的畫面頓時燃起了他心中那一股熱血 他走向前跟這位來自夏威夷的Daniel 結世 Daniel 單純不想讓這片土地受到污染的心 感動了黃之洋 所以他們就與友人黃品聰 共同組成淨灘三劍客 就這樣他們開始了環台淨灘的壯遊 就好像中國知名之媒體邏輯思維的創辦人羅正宇說的 你永遠不能再哄睡一個覺醒的人 也是因為這樣的契機讓他下定決心想要往更難的地方走 他也就拋下了當時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是初期並沒有想像那麼順利 也沒有像大家想的這麼的正能量 他辭料的工作過上了一段沒有薪資 沒有同事 沒有email回覆的日子 當時他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但是蹲對了位置 施展開來的招數便是拳拳的倒肉 他看見環保議題遲遲難以走進溢溫層 於是讓Rethink化成成為傳教士 他發現環境教育難以落實就成為改變的倡議者 他在歪掉的人生路上頭也不回的狂奔 在經過不斷的嘗試之後 終於獲得廣大的迴響 淨湯活動一年接著一年的舉辦 那然後呢? 我們常聽到環保人士這樣說 2050年的海洋 塑膠垃圾會比雨還要多 所以你接下來要怎麼樣怎麼樣做 但是光這樣子說根本就沒有人會耐心的聽完 他清楚知道環保這件事情就是要跨出同溫層 嘗試多種可能之後他決定扮演一位轉譯者 走進Rethink Facebook粉絲專頁 你可以看到一張張搞笑又無厘頭的插畫 讓民眾有感 這便是Rethink發揮影響力的開始 很快的幽默、詭諧的定位 接著吸引到Google、IKEA的合作 從淨灘、環境講座 好像就如同月籍打怪一樣 連藝人、白家旗、遊戲界的Pokemon GO 都主動找上門來合作 大概是上天也想推他一把吧 他遇見了一個專門為海洋廢棄物拍藝術照的攝影團隊 OneOne and One 意外促成了海廢圖界的誕生 想不到這樣的設計竟然拿下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的肯定 隨著Rethink聲勢水掌船高 有著俠客魂的他 忍不住拿出一把鋒利的無視劍 狠狠的戳破環保意識高漲的粉紅泡泡 除了淨灘活動也用好玩有趣的方式 讓環保變成教材跟桌遊走進校園內 成了大人、小孩共同的話題 紅將曾經提過台灣獨立樂團拍謝少年 古老招種的一首歌裡面有提到 儘管面對未來的大風大浪、位置前方 但不必感到害怕 荒醬他明白自己是海島的殖民 他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是從哪裡來 也沒有忘記自己要留下什麼樣的環境給下一代 所以他堅持走在這灰暗不明的世代 猶如俠客般的身影造出一條可走的路 好的 今日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環保議題在近年來可說是越來越火熱 Rethink利用會寫有趣的設計打破了宣導 生意教育式的傳統方法 讓環保這個議題不再是議題 而是成為大人、小孩兼生活中自然的觀念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